佛陀的独生奔怀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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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上次是讲到 下去诸位直至等觉 总用五回 更不再出 历此可知 上次讲到这里 现在就讲读诵评 二读诵评哲 因为这个文字少啊 我们不再细封科 书本里面上面也有科判 那么如果需要详细的科判 看出书本上面的科表 就可以知道 那么不用科判 也可以的 因为这个文字不多啊 科判太多了 反而会嫌烦 无评的第二读诵评 就是随习进一步啊 要读诵大圣经典 那么下面所引证的经文 经云 何况读诵受识之责 这个经就是指的法伐经 无评语的所引证的经文啊 都是出在法伐经 而且都是在分别功德评 就是法伐经有七卷 这是第五卷 最后的那一评 分别功德评第十七 前面的随习评 经文里面就说 又不如来面后 若闻试经而不悔之 习随习心 当之以为深信解像 这是随习 第一的随习评 现在接下去 就是讲读诵评 经文连著就说 何况读诵受识之责 何况读诵受识之责 就连著前面的随习的经 随习的经文而来的 所以接触上文就有这一句经文 意思就是说 能够做到随习 已经是能够很大的佛法的收拥了 何况进一步 能够读诵大圣经年 那么现在这个读诵 就是指的法伐经 何况能够按照法伐经 去读去诵 来加一受识 所以说何况读诵受识之责 何况啊 就是指前面随习功德已经很大 再加上读诵受识 当然是更大了 所以用何况来显示更大的意思 读 对文阅读 我们平常所谓诵经啊 实际上是对着经文的 看着经文念 例如说法伐经 金刚经 那么差不多都是看着经文来念 那就叫做读 诵啊 离文阅诵 离开文字能够背得起来 简单说 背得起来 背得起来 不要看经文就能够念的 那才叫做诵 例如一般 对早晚功课 大白咒 十小咒 般若心经 这个都可以离开文字而念得出来 都叫做诵 那么顽阔的奥密陀经 也能念得出来 不用看文字 那都叫做诵 所以按照文字说明啊 对着经文 看着念 那个叫做读 离开文字背得起来 那就叫做诵 可是现在一般的习惯性啊 只要是在佛前 读经 通通都叫做诵经了 这是约一般的习惯讲 也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照文字的解释呢 对着文字念 叫做读 离开文字 能够背得起来 就叫做诵 所以读跟诵啊 有这么一点不同 受词 受 领受在怀啊 这就是信心 有信心 把这个法法经所说的 这个高深的道理 能够接受在心里 有信心 那就叫做受 诵啊 念念不忘的意思 念念不忘在心中 这就叫做词 所以受词啊 就是领受在怀 有深信心 念念不忘 那就叫做受词 并不是说对着文字读而已了 而它能够时时刻刻 深深有信心 那么念念不忘 这个就叫做受词之责 责就是指 这个依法修行的人呢 下面是加以解释 为 内因缘惯 更加赌宗 如高诸活 这是说 解释它的意义 内 指内心 内心用原教的 一心三贯的修法 修三尺三贯 那么就前面所讲的 这个三贯的意义 空甲中三贯 内修三贯 外加读诵 再更加随喜读诵的功夫 这好像啊 如高诸活 这是比方 好像用这个高 就是油了 这个点火的油 比较凝结 比较硬的油啊 就是高 那么火必定要有油 才能燃得起来呢 现在用油膏 来帮助这个火势 那么这个火 当然就更猛了 那么这个火啊 那么这个火啊 比作修罐 修原罐 高 比作毒诵 更加毒诵 好像用油啊 帮助这个火势 油多 火就更猛了 这个就是以毒诵啊 来帮助修罐 智者大师 前进会师禅师 在大书山的时候 就是修这个法伐三拍 以法伐的修法 修三指观 一心三观 同时修法伐灿 放等灿 那么放等灿里面要读诵法伐经 那么每天拜灿 其中就要有 读诵法伐 读诵法伐经的一段 那么因此经过两个七日 这样子用功修行 经过两个七日 有一天 正在读诵的时候 读法伐经 法伐经读到第六卷 药王菩萨本世评 说这个药王菩萨 过去师啊 作为一切众生 喜见菩萨的时候 染身供养 那么说 始方诸佛现身赞叹 他念经文 读到这个地方 经文就是 世真经济 世民真伐供养如来 之前那时候读到这个地方 突然之间入丁了 在定境之中啊 亲见零三一会 炎然未散 看到释迦牟尼佛 还在零三会上啊 说法伐经 零三一会 炎然在前 他亲自看到释迦牟尼佛 还在说法伐经 亲自听到佛说法伐经 出丁之后啊 就得到初选托罗咪 得到无碍变才 所以 慧斯禅师赞叹他说 辉鲁莫正 辉我莫师 他说这个法伐三昧 不是你这么勇猛精精啊 是不可能证到的 您证到这个法伐三昧 不是慧斯禅师这个过来人啊 别人也没有办法分别的 所以非我莫师 不是慧斯禅师 别人是没有办法判定他所证的境界的 所以慧斯禅师就跟他说 你所证的就是法伐经所说的第一个玄陀罗咪 那么从此你得到无碍变才 就是有一千个文字之诗啊 同时来问你 你都能够如瓶泄水的意义大福 显示智者大师的无碍变才 从此之后啊 他的说法就能够一句之中啊 说出无量的道理来 因此他只讲妙法联网经 五个字的题目 就讲了九十天 由他的弟子张安尊者笔记起来 就成为现在流行的妙法联网经选一 简称就是法伐选一 那么这就是所谓九旬坛庙 九十天 讲妙法联网经五个字的题目 那么如果没有无碍变才 怎么能够讲那么多的道理出来呢 只五个字而已 成为一部大书 二十件之多 那么由此可见呢 读读佛经 读读大书经天 真是能够使人大开元节 得到禅定的功夫 能够得到三脉 智者大师就是个明珍 那么从古以来读读大书经天 得到三脉的 当然还有很多位的高僧大德 那么由此佛法流传到中国以后 普遍到一般的学佛 无论在家书家的人 都注重读诵经典 就是受到这一律的 这个道理的影响 就是禅宗也提倡读诵金刚经 可见这个读诵是重要了 那么一直流传到现在 普通一般修学佛法的人 也离不开读诵大书经 那么这是第二 读诵评 我前面说过 这个世教仪啊 是根据张安尊者的八教大义来的 那么他这个五品的文字啊 也是根据八教大义里面呢 把它少做修饰一下 编成现在的文字的 例如这个读诵品啊 八教大义的原文就写作 是以元节惯心 修行五回 更加读诵 善言妙意 与心相会 如膏祝活 事实心惯一鸣 鸣第二瓶 这是八教大义的原文 那么这一对照就可以知道哦 他这一段文字出在八教大义 一点都不会错 只是文法稍微变通了 八教大义里面每一瓶啊 都说修五回 前面所讲的忏悔随喜等等 不过 事教仪啊 他就把它总和起来 在随喜一瓶 最后就总结说 下去诸位直字等觉 总用五回 更不再出 历此口之 用这一段花呀 把后边一瓶一瓶都要说 修五回的话 把它减略一下 减略掉了 把它浓缩下来 啊 这样是是很好的 不过这个看的人啊 要懂啊 假如看的人 只是在随喜里面 看到这一段文 后边没有这些道理 他把它忘掉了 那么每一瓶都要修五回的意思啊 就显现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八教大义里面 他每一瓶都这样写的 都是写修五瓶 修五回 那么这是独颂瓶 第三是说法瓶 说法瓶啊 在八教大义的原文也是 接着就写说 是以真凭圣心 修行五回 更加说法 转其内劫 倒立前人 以广济固 化功归吉 心被圣钱 明第三瓶 这是八教大义的原文 那我们再对照 施教仪下面说 说法瓶 看着这个施教仪的原文 三 说法者 金云 若有受持读诵 为他人说 内劫转圣 倒立前人 化功归吉 心被圣钱 那么这个文字 对照这个八教大义 显示他也是 从八教大义里面 稍微修改一下 文字修改一下 这个以真凭 就是要从第二凭 真到第三凭 以俗胜的 勇猛精进的 这个修行的道心 进一步修行五回 那么这个话 在八教大义里面 就显明的说出来 但是这个施教义里面 因为前面已经总说了 这里就不必再提了 那么再增加说法 转其内劫 再加说法呀 使这个内心的 提解大善佛法的 这个道理 更为显明 说法就是讲给人听呀 所以倒立前人 那么不过这个八教大义里面 他没有一意引证经文 不过这里就 这也是分别工的评 分别工的评 读诵受诵之后 有很长的一段文 然后才说到第三凭 一开头就说 若有受词读诵 为他人说 受词读诵诵呢 是承接前面第二凭来的 为他人说 是说法 这才正是属于这一凭 就是第三凭 说法凭 读读呢 熟能生巧 所以就要说法 把自己懂得的道理呀 讲给别人听 这样子啊 所谓教学相扎 自己努力学习 讲给人听 能够正常自己的 这个体解的 这个道理 无论他人说 就是讲给别人听 那么经文就是 无论他人说 这一句最主要 只属于第三凭 那么其他还有很多文字啊 都可以重列 内节转圣 这就是八教大学的 内节转圣 完全一样的文字 内心的体解 修一心三观 对原教的道理更为明白 所懂得更为殊胜更彻底 那么用这个道理再讲给人听 倒立前人 这也是八教大义的原文 一个字没动 倒 领导 领导 利是利益 前人就是指听法的人 说法必定要有人听啊 听法的人就是前人了 领导听法的人使他得到佛法的利益 所谓示教利息 嗯 虽然讲给别人听 好像是给别人的利益 自己有没有利益啊 自己照样有利益 所以说 化功归吉 教化众生有功德 这个功德还是归于说法的人的 所以叫做化功归吉 说法的功德 还是归于你说法的人 啊 别人听法固然是得到利益 而你说法的人呢 教化众生所得的功德 还是归于你自己的 所以叫做化功归吉 啊 心被圣钱 这个内心修观的功功夫啊 会更俗胜 超过前面的第二评 八教大义就写作功倍圣钱 功是功夫 修行的功夫 修行的功夫 更胜前面第二评 八教大义叫做功倍圣钱 四教仪叫做心倍圣钱 就把那个功字改上心字 如果内心修观的这个俗胜进坚啊 更胜过前面的第二评 道理是差不多的 功倍圣钱 心倍圣钱 道理都可以通 倍是加倍 加一倍 前面假定有三分 到这里就有六分了 前面假定有五分 到这里就有十分了 加一倍 显示这个内贯更明 功德更胜 这是第三 说法评 第四叫做 兼行六度 以随喜读读诵 说法 这三种为根本 那么然后啊 进一步学习修六度 这是菩萨道 那么看这个第三说法评 就可以知道啊 讲经说法 也是修行 讲经说法是修行 听经也是修行 有人啊 不想听经 他只要拜佛念佛 或者是打坐修观 他说我没时间了 我没时间听经 哦 我要打坐 我要修观 或者是我要念佛 我没有空 他不知道 听经也是修行啊 并不是一定要 在哪里念佛 或者是打坐 才是修行 听经也是修行 因为修行的目标啊 就是要使这个身口 一三页清经 不管你修什么法明 在我们六道反复 初学修行啊 第一步就是要使这个身口 一三页清经 第一步要做到身口 一三页清经 不管你修什么法门 用意都是一样的 那么由此可以知道 我们在听经的时候啊 坐在讲堂里听经 在这个听经的时间 不管你听一点钟 四十五分钟 五十分钟 在听经的时候啊 你的身口一三页 必定是清经的 身 规规矩矩矩坐在这里听法 当然也就不会去做三套银 深夜清经 那么在听经的时候啊 嘴巴就要念闭口真言 你们不要跟我抢住讲啊 我在讲你们也要讲 那怎么办啊 这个经就没办法讲 好啊 所以在讲堂里呀 只有法师开口讲的机会 那么听的人呢 通通通都要规规矩矩的坐在哪里念闭口真言 不能说话 那么你念闭口真言不说话 当然你的口业就清经了 不会去欧口 两色妄言 其疑 这口似欧耶 你们都办不到 在这个听经的时候 你们都不会办到 我们是在听经吗 在听经念闭口真言 嘴巴都要闭起来 都要用耳朵说话 耳朵听 那么你哪里还有时间去造口业啊 当然就不会造口业 那么由此你的口业清经 那你的医地呢 听经必定要用心听啊 假如你坐在这里听经 心里打妄想 回家去了 想中想西了 在家人或者是想你的家庭事务 或者是想家庭卷书 打妄想的话 当然异地就很难听经了 不过既然有心来听经啊 也不是来看戏 也不是看电影 当然你不会很用心的 辛辛苦苦跑到这边来听经 做的是冷凳版 也不是沙发 并不好受 假如不规规矩矩的听 那你得不到佛法的利益 那不是空心苦一堂吗 所以我相信凡是有发心听经的人啊 他总是能够好好的用心听 假如他全神注意的在听经 那么他的异地就不会有贪嗔痴啊 你用心在听经你还起贪心吗 你用心在听经还会发脾气吗 这个时候你没有发脾气的机会 我也没骂你啊 假如我来骂你你可以发脾气 我没骂你那你好好听法 我都是在说佛法 那么既然你在听法 那你也发脾气的机会也没有了 那么当然就没有侵害心 听经就是开发智慧 听佛法 智慧就会开 听经开智慧 当然鱼痴慢慢也会消失了 最起码在听经的时候 你这个鱼痴心的种子啊 扶住不起现行 因为你在修学佛法 那么这样子开发你的智慧 会听经的人啊 不许多了 他只要得到依据啊 一生受用不尽 只要得到依据 一生受用不尽 别说是说翻了 就是平常讲话 随便讲话 假如你会听小的听的话 那你这一生就受用不尽 我在17岁到石头山圆光寺 去学习佛法 刚刚住在寺庙里 小孩子心里浮动 当然将来的前途如何 谁也不敢担保 因为我从小啊 都很认真 很规矩 那么因此刚去没多久啊 是你七八十个人 可以说是十分之九九都在赞叹我 都在俄罗啊 都在赞叹我 当然我心里很高兴啊 有一天啊 正月正在下雨的时候 那个时候鱼啊很多 正在下雨的时候啊 因为那是农产了 大家都要农作 下雨天做什么呢 背头刀 背头刀 为什么背头刀啊 把这个种子拨下来啊 要种的 要送去种啊 利用这个下雨的机会啊 背头刀 那么大家都在背头刀呢 当然我也在工作 也跟着大家做 那么大家都在俄罗啊 赞叹我 说我的好话 那我真是笑嘻嘻的 好高兴啊 可是其中有一位老菩萨 他不赞叹我 你们都在赞叹这个小孩子 他现在是织棒还没长成呢 织棒长成了 碰飞走了 有什么用啊 过去我们这里养了好几个小孩子 就是小孩子到那边去长大的了 他这样说了 不要听错啊 十几岁小孩子到那边养大的 好多啊 不止一个三个五个了 不晓得多少了 历史好久了吗 那好多养大了 长大了 他都脂棒长大 这个硬了 碰飞走了 一个都没有 啊 那么他认为我将来长大 碰也会飞走的 嗯 他说你赞叹他没有用了 将来他还是会飞的 我比较了 嗯 这句话我听在心里受用很大 大家都在赞叹 我只有他说这个话 我不但